機茶人員進入貨櫃商店街 跟在後方的就是陪同機茶的圓景 有汁有喝都是露天攤販 這是一月初台南市府機茶畫面 地點就在南訪購物中心 對面的重畫區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攤販 通通都不合法 但卻一經悄悄開張 變成大忘夜市 白天來到現場 攤車覆蓋帆布 等著晚上開張大吉 但這一片七十幾個小攤販 通通彩虹線違法擺攤 合法的只有旁邊三十幾個貨櫃市集 里長說當地黎民反映違法擺攤 不僅製造噪音交通環境髒亂 更質疑夜市涉探的公告 不符合法規跟流程 地幕當初重畫的時候 不是癱瘓用地 所以我這一點非常質疑 在兩年前不准的東西 為什麼兩年之後公告 能夠設立癱瘓用地 我希望市政委能夠考量到 當地的民情 實際來到里長辦公室 經發局熱騰騰公告 協著這塊地 的確符合擺攤資格 但要二月十八之後才算合法 業者也還要提出申請 已經罰一萬跟三萬了 擺攤也沒辦法 也要過到攤攤的生活 公告過後 我們就直接可以送進 因為取得許可設置以前 如果有違規雲的行為 我們將會前往稽查 最高罰到五萬 也不排除強制的一個行政作為 與斷水斷電 夜市聚集人潮更是攤商虎口之地 但在拚禁忌前 違法就得挨罰 大王夜市合法之前 看來還得向政府申請 也跟地方好好溝通 男女老少在夜市入口 排成長長人龍隊伍的起點 臺南市長黃偉哲把燈結的小提燈帶到夜市裡發放 一旁有攤位烹煮美食白煙飄香 星期一到星期五台南有哪些夜市能逛 原本有這句口訣 大大五花大五花吧 台南人和遊客能朗朗上口 現在有心白 大煎五花 煎五花很像煎五花肉 有聽過大煎五花煎五花這個夜市嗎 煎好像沒有聽過 煎是什麼啊 口訣同樣是七個字的排列組合 星期一有大東夜市 星期二取小北夜市和大東夜市的第一個字 組合起來就是煎 再加上星期三午餐夜市和星期四花園夜市 依序順下來就是大煎五花煎五花 進階版本還取決若是選擇花園夜市 口訣變成大煎五花煎花花 台南人愛逛夜市每天都有夜市逛 有平易近人的美食 甚至連穿具便臉表演 都出現在台南的夜市裡 有老攤位和新創意 夜市魅力吸引的不只台南人 也是遊客必逛景點 三地區我們王少宇 王玉文 台南報導